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对于克里斯坦 伍德来说 因为洛杉矶湖人的关系 再一次北联盟认可 当然 这还只是有加盟意向 如果真的加盟 想必这认可度还会大大提高 说到伍德 最被球迷所熟知的就是投射 生涯至今的289场比赛里 伍德中投占比5.7% 命中率40.4% 三分占比33.6% 命中率37.9% 首先 作为一个208的大个子球员 有着伦纳德 德罗赞等人那样的中投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 远投效率不输堂斯 大洛佩兹这样的顶级大个投手 于是 仅就进攻端而言 伍德是适合做农眉的新搭档 22-23季 农眉场均17.2次出手 其中 占比67.1%的出手 是在防守球员距离4英尺以内时投出 此时 伍德游走在三分线附近 鉴于相对不俗的中远投能力 必然能够牵制防守球员 带来的就是将进攻空间拉开 进攻空间足够 浓眉就能尽可能地形成一对一的机会 如此一来 进攻效率必然上升 这和大洛佩兹辅佐自母哥如出一辙 事实上 和大洛佩兹在场时 自母哥百回合命中率可以提升2.3个百分点 当然 话说回来 既然有着大个球员不俗的中远投能力 那为何伍德至今还没有找到下家 这就不得不说极其糟糕的防守了 数据上 生涯至今防守真实正负值0.4 并且没有一个赛季是正值的存在 伍德之所以防守不好 我认为一方面和篮球天赋不高有关 但更重要一点还是态度问题 第一点很直观 来说说第二点 22-23季 每36分钟下 伍德干扰对手投篮次数 只有7.8次 要知道 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小贾伦 杰克逊为15.8次是一倍还多 反例那就是小乔丹 自离开快船队 开始球场流浪模式后 小乔丹的防守是一年不如一年 用球迷的话说 进攻球员就在眼前 但手都懒得伸一下 防守好不好 其决定作用的并非篮球天赋 身体素质 而是积极性 综上 伍德的进攻相对很强 但防守相对也很弱 攻防两端来看扯平了 如果说一旦临场手感不佳 那在场就是副作用了 基于此 我是认为 伍德是不是和农眉新搭档一角色 理由 防守 实事求是的说 除非是字母哥 恩彼得 约基奇这样的级别 不然和农眉搭档内线时 后者都是进攻的主攻点 那么对于农眉的搭档来说 在场的主要职责就是防守端 准确地说 分担农眉防守端的压力 正如夺冠季的麦基霍华德 卫冕季的小加索尔 德拉蒙德那样 多说一句 冠军季和麦基搭档首发内线时 农眉防对手小于6英尺的投篮占比 只有39.7% 这是生涯以来的新低 而如刚才所说 防守恰恰是伍德所不具备的 当然 如果伍德愿意接受底薪 还是很香的 只是愿意接受的话 早就加盟胡人了 写到这 现阶段最适合浓眉的内线 显然是大落赔资 其一 有着不足的三分终结能力 能够拉开空间 其二 有着顶级的护篮框能力 22-23G 将对手小于6英尺命中率 从64.6%限制到了52.2% 可以分担护框压力 只是 大洛佩兹虽好 但已经和熊鹿队完成续约 以伍德和大洛佩兹为例 最适合浓眉的搭档 还是还是防守型的内线 值得一提的是 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后 佩林卡签下了贾克森 海思 对于海思 最让人所熟知的 就是运动能力 作为一个211的大个子 平均移动速度为4.01 作为对比 字母哥为4.05 通过对比可以得到 海思的移动能力 在大个球员里 是顶级的存在 基于此不俗的移动能力 海思是具备换防后 大防小的能力 数据上 22-23G将对于 大于15英尺命中率 从36.8%压制到33.6% 更是将对手三分率 压制在30.4% 明场面 和马克西对位7分32秒下 限制其三头零重 和福尔茨对位6分33秒下 限制其四头一重 不过 作为19年的八号秀 海思的进攻能力很一般 这体现在 其一出手很集中 生涯内线 出手占比85.7% 其二 终结手段很单一 生涯两分受住功率 77.7% 三分受住功率 96.7% 但是当机会出现时 能够很好把握住 22-23G对雷霆的比赛 海思得到21加6加4的数据 在西安 英格拉姆缺阵的情况下 是提胡赢球的功臣 从攻防特点来看 海思很有高大版 范德比尔特的既视感 这样的特点 显然是适合成为 浓媒的新搭档 与此同时 在我看来 海思要比武德香 这个香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 海思和胡人签下的是 两年463万的底薪合同 其二 相比武德 显然海思的防守更好 潜在的对浓媒 乃至胡人的帮助更大 综合两点来看 海思的性价比 显然要高于武德 最后 真的要恭喜胡人签下海思了 另外 勇士在交易 送走普尔之后 一系列有关于普尔的负面言论 都从勇士或者是他们的民宿 口中说出 李克巴里认为 普尔不值得四年 1.4亿美元的大合同 勇士老板拉科布则认为 普尔和格林之间的矛盾 影响了球队的成绩 总而言之 在普尔被扫地出门之后 似乎所有人都在极力贬低普尔 甚至压根就不在乎他 曾是勇士夺冠的一部分 此前 勇士官方社交账号 晒出了过去这个休赛期 维金斯和普尔在东京参加活动 一起玩刺猬的动态视频 然而 在这个视频当中 勇士方面删光了有关于普尔的镜头 似乎后者就从来都没有来过一样 勇士的做法 引起了众多球迷的不满 尽管如今 普尔已经不再是勇士球员了 但那些回忆仍是美好的 然而勇士官方却删除了有关于普尔的一切动态 勇士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小气了 不管怎么说 普尔作为勇士的第六人 他帮助勇士拿到过总冠军奖杯 而且那个赛季普尔的整体表现非常出色 在克莱复出之前 他搭档库里首发出战 帮助勇士打出18胜2负的开局 收官阶段库里受伤 同样是普尔以场决20分的表现 带队稳住的局势 以一波连胜结束了常规赛 更不用说 季后赛首轮 库里刚复出打替补 当时普尔才是勇士阵中发挥最出色的球员 话说回来 这已经不是勇士第一次对待夺冠功臣 如此令人心酸了 此前帮助勇士拿到了两连贯 并且两次当选总决赛MVP的杜兰特 后者在离队之后 勇士删除了纪录片中 一系列有关于杜兰特的镜头 勇士的做法显得非常小气 杜兰特把一条跟剑留在了金州 他走的时候还是先前后患 给勇士留下了一些筹码 否则的话 维金斯也不可能效力勇士 他们也不可能拿到又一座冠军奖杯 勇士的做法 让很多人感到不适 越来越多的人 希望勇士会被打脸 而接下来 普尔的爆发 就是让勇士被打脸的最佳情况 下赛季 普尔不需要再活在库里和克莱的阴影之下了 他不用看着克莱状态糟糕 表现灾难 却依旧能稳居一个首发的位置 还拥有无限开火权 他也不需要再担心 队内会有格林这种情绪不稳定的领袖 一言不合就对着自己出手 还不用受到球队任何处罚的情况 更关键的是 普尔不仅已经锁定了奇才的一个首发位置 而且他和库兹马将成为奇才的双子星 他们二人是奇才未来的领袖核心 当然了 奇才的战绩肯定会很差 他们被认为是东部垫底的球队 不过 这和普尔没有关系 反而被外界看扁 起点低 这对普尔有好处 说白了 普尔新赛季就是专注个人的表现和数据 他是最快进步奖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只要他能打出场均超过25分的表现 普尔就算是成功的 而在球队成绩方面 奇才排在东部倒数乃至垫底 这都是外界预料中的 而一旦普尔代队杀进附加赛 甚至是季后赛 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这就是奇点低的好处 不像勇士 赛季开始之前 他们就被标记为总冠军的争夺者 因为他们的开支非常恐怖 不夺冠 勇士的赛季就是失败的 这给了所有人很大的压力 而一旦勇士在季后赛步履蹒跚 特别是没能冲出西部 那他们的压力就会很大 赛季结束之后就会分锅 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责任 可如今 这一切都和普尔无关了 他不需要再去关注球队的成绩 他只要专注个人发展就足够了 在东部 普尔甚至有机会进入全明星阵容 $20 自贤